要是林总当初没把我从那个 像兜售场一样的地方带回来 可能我今天早就已经死了吧 其实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 有些伤疤 是没有办法彻底消失的 当你心里 越能感受到美好的时候 就会越担心失去 所以就会下意识地逃避 保持距离 不敢确认对方心情的那份心意 其实是因为珍惜 对吧 阿里 我在遇到李悦之前 也真的没有奢求过 能像现在这么快乐 这么幸福 其实接纳一个人 并没有这么难 我可以 你也可以 我要送林总应酬 我在跟林总谈生意 我在帮林总处理公务 她是不是雇了个机器人 给你回复啊 线上极致残忍 线下残忍至极 其实啊 你们现在这个情感阶段 已经不需要再试探了 你只需要给她一个 准确无疑的答复 让她消除内心的疑虑 还有担忧 再给她一个 属于她一个人的仪式感 这样的话 她就知道 她值得被爱 啊